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暴乱之中 史蒂夫不小心被状态给打到头受伤 沙伦扶起了史蒂夫 他问史蒂夫 怎么办 我们如何才能制止这一切 在南极 原罪 红骨楼之女 他率领队伍来到了一座堡垒 他们公路里面只会寻找一样东西 就是这个神秘的锤子 当年 红骨楼试过举取 但失败 原罪解释 他可以举取 因为在梦里见过他 他用一把锤子杀死了美国队长 在红骨楼的手记写着 只有真正的尊者 才能挥我斯卡地之锤 当言罪准备触碰锤子的时候 他发光了 他重生了 以新的姿态重生 父亲 下一个就是你了 此时的仙公已经被毁灭了 于是 托尔在布罗克斯顿小镇旁的一大片土地重建阿斯加德 过后 我会开新的影片解释 为什么阿斯加德会毁灭 复仇者代表钢铁侠托尼史达克 向各界媒体宣布会帮助重建先攻 史蒂夫发现托尔走神了 原来 他注意到自己的父亲奥丁来了 奥丁身旁有两只乌鸦 思维和记忆 他们对奥丁说下面很多怪人 奥丁吐了口水告诉他们都是无关紧要的死人 这时 监视者也出现了 奥丁告诉他 自己曾预测会再次见面的 奥丁对监视者大发了一提 你是来这里见证我最大的失败吗 斯卡德醒来了 恐怕最终欲人要成真了 你前来审判什么人 全能天赋 奥丁目前只能以发泄心情大骂监视者 监视者也慢慢地离开这里 奥丁在他走之前还一直大骂他 这时 托尔上来的台湾父亲在生死历劫什么 奥丁顿时接得很尴尬 托尔问奥丁为什么不和我们站在一起 你说的我们究竟指的是谁 那些穿着奇怪服装的猴子吗 他们是英雄 神为什么仰占人类 他们希望把星宫重建 作为真心彼此良好的关系 无理的小兔崽子 你是人还是神 他把托尔直接压制在地上 最后托尔显然站在人类那边 奥丁离开前有一句话给他 软弱 在太平洋的深海处 化身斯卡地的原罪 用神随驱散周围的轿龙 他来到深海的密室 这时有把声音说了 我的孩子 你回到我的身边了 那位老人叫炎罪为孩子 并告诉自己才是众神之父 天色变化 世界术也在呼唤 呼唤声明的归来 奥丁恐惧的预言来临了 他担心的事情要发生了 托尔在星宫和复仇者大开演会 有说有笑的 就在这时 奥丁命令星宫所有人到世界术集合 他要将星宫带回原来的宇宙空间 为了躲避大使 奥丁要抛弃地球 托尔对奥丁本来就不满了 他抓住奥丁的肩膀 奥丁 去你的 奥丁把托尔打翻在地 够了 复仇者全跑出来了 托尔大骂他父亲 独眼混账 他气得一锤击中了奥丁 就在这时 奥丁收回了托尔使用神锤的资格 神锤瞬间落地 托尔怎样也拿不起神锤了 奥丁对他说 是的 奥丁可以给 也可以夺走 奥丁霸气地告诉他 我是你的父亲 也是前人天父 现在 星宫领导前归我了 没有神锤的托尔 还是吵奥丁攻击 但还是失败 奥丁就把托尔给打晕拖走了 众生们跟着奥丁的脚步 慢慢离开人类和地球 就在这时 世界各地地方都降下了神锤 蜘蛛侠问斯蒂夫 发生什么事 斯蒂夫回答 诸神抛弃了我们 蜘蛛侠 世界会毁灭吗 为什么奥丁卢子都害怕大蛇 地球上现在没有众神的宝 现在唯有靠他满自己了 如果你想知道 接下来的故事 就在影片的下方 按赞或者留言给我知道 你们的存在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你们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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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明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